大家好,我是山小妮 前阵子有朋友给我留言 想让我分享一下欧包的吃法 其实作为一种主食怎么吃都好 我今天分享两个我特别喜欢的三明治的做法 制作起来都很简单,味道浓香 吃起来也很有满足感 第一款三明治源于澳洲名厨 美食家Marin Graspi的配方 先来看看这款三明治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预热烤箱200摄氏度,400华氏度 先准备一下做三明治用到的材料 蛋黄酱一大勺 韩式辣酱一小勺 一点黑芝麻搅拌均匀 一碗奶酪 奶酪的话我今天用的就是车达奶酪刨丝 还有一些混合的奶酪丝 原配方作者用的是Gruyer和Adam两种硬质奶酪 味道和质地都会更好 对奶酪我尝试的品种很有限 奶酪控门肯定更有心得 在奶酪里面加一些香料 比如香葱、香菜、蒜 对三明治的味道也会起到点睛的作用 一定不要忽略 接下来就是这款三明治另外一个核心的食材 韩国泡菜 这款三明治没有肉类 但各种食材的搭配我觉得恰到好处 当然也可以加入一点牛肉片 这里想多说一下三明治 平时在家做三明治我都比较简单 也可以随心所欲 但我觉得最基本的结构就是 肉类或者鸡蛋、蔬菜、酱料和香料 如果再加一点提味的腌菜也很不错 当然最重要就是面包加一切 食材准备好以后 就是把它们组合起来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厚 不过煎烤过以后体积会变小 大口吃是没问题的 今天的三明治我先放在锅子上 把它两面煎焦 每面大概两分钟 用中火就可以 尽量不要煎糊 然后放在预热好的烤箱 烤大约三到四分钟 烤的目的就是希望奶酪融化得更好 出锅了 色泽好漂亮 看着就很好吃的样子 切开来尝一下 哇哦 韩式辣酱和蛋黄酱的组合真是太棒了 让面包壳格外的浇酥 味道很独特 一点点辛辣也谈不上辣 内里因为奶酪的融化格外的柔软 真的很佩服作者有这样的创造 非常喜欢这个组合 不管你喜不喜欢韩国泡菜 都一定要试试哦 第二种是我们在家比较常做的做法 冷吃热吃都可以 今天我同样是加热来吃 我先准备一点洋葱丝 把它煎焦 处理过的洋葱腊味散尽 甜味就会非常突出 很适合放在三明治里 面包里涂的酱料就是蛋黄酱加芥末酱 然后放上火腿和奶酪 我用的是瑞士奶酪 不过今天这款厚了一些 如果选择薄一点的话会更好 面包抹酱的时候稍微注意点 我基本上总是抹错面 外层我涂了黄油 上锅两面煎焦 为了让奶酪融化的更好 可以加个盖子 有点分量压一下 当然如果家里有捧尼尼基的话 更方便 这款三明治 我觉得焦化的洋葱丝 是点睛的味道 今天分享的两款三明治 虽然说是一荤一素 但味道都相当浓郁 营养也很丰富 如果你想尝试清新口味的三明治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分享你喜欢的三明治配方 谢谢观看 下次见 谢谢观看